对 今天的对手不一样 然后就没那么紧张 这个小孩 你不太会聊天 来 这两位 一位是在和姚琛的对抗当中 继经四座的利路修 另外一位 是三局都没有打满 就TKO了对手的王晨毅 今天二度站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感觉和上一次不太一样 对 今天的对手不一样 然后就没那么紧张 不是 不是四个 这个小孩 你不太会聊天 刚才两就是分开的 分开的 今天对手不一样 同时今天感觉很轻松 是吧 没有因果关系 对吧 分开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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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陈一 我比上次轻松一点 因为有过一次经历了 然后我也 其实我在台下看了很多场比赛 包括利路修那场我也看了 我也希望有一场 酷畅淋漓的一场对抗 所以我很期待今天 我现在就已经完全彻底的 不相信利路修了 我认为利路修是一个非常非常 会放烟雾弹的选手 利路修老说自己不爱营业 其实他营业起来很认真 各位注意 一定要严密观察利路修 不要相信利路修透给你们的任何信息 拳台让剑 用实力来说话 好不好 陈一的情况不太一样 陈一上一场打的 有些没有尽兴 是不是 会有一点点 所以希望这次能够把自己前段时间练的 能发挥出来 利路修身高是优势吗 一点点 对 就觉得一小打大是需要策略的 我希望能够把我身高不是优势这件事情 变成一个优势 对 所以也会有一些战术今天 陈一 看一下底下的 看一下底下的林丹哥 别忘了林丹哥在上一轮对阵的是鲍春来 鲍春来的臂展比林丹哥要长 身高比林丹哥要高 但是最后是林丹哥走到了这步 所以战术可能需要有更多的考虑 是的 二位加油 你们两个将会给大家带来 全力以赴的我们 金腰带晋级的第一场比赛 二位下去准备 等一下 台上见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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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点别助于 能够失誘了 我还有能够失誘了 勇竟然 一切先 因此